四水的五月,伴着清爽的下风,新加坡立化中学师生一行38人来到合肥45中芙蓉分校进行为期两天的参观交流活动。 新加坡立化中学与合肥45中芙蓉分校是友好学校,两校通过互访的形式增进两校师生之间的交流。 新加坡学生走进中国课堂体验中国教育,感受中国文化,和中国的学生进行友好交流,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 5月25日上午10点,两校师生在三楼报道厅举行联谊活动。 本次活动由巴尔班的曹家辉和巴斯班的孙一恒两位同学主持。 作为中道主,45中芙蓉分校的学生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。 开场街舞,热烈动感,钢琴独奏,曲调优异。 伴着欢快的音乐,新加坡立化中学的同学们也走上舞台,为同学们表演精彩的节目。 华族,印度族,马来族,多元文化汇聚的新加坡,给同学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 共同祝福中芯两国友谊,45中芙蓉分校和立化中学的友谊可以地久天长。 这次非常感谢45中欢迎我们立化来到这里参观。 学生也建立了很好的友情,也学到了学校自管自学,乐学乐师的那种精神, 可以带到新加坡去和他们的朋友分享。 对,所以真的很感谢45中。